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造一定的联想 需要通过一定的链接 把我们的红旗和我们的国家创造一定的联系 创造一定的联系 但是我们红旗它是抽象的 感觉看着似不像的感觉 也不知道它长又不知道它长得像什么 我们第一个中国的五星红旗呢 我们就不用记忆了 我们记忆我们后面不知道的知识 我们不知道的红旗标志 那么第二个是不单 大家跟着老师步骤啊 你先学老师这个是怎么链接的 是怎么记忆怎么联想的 那么后面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试着多找几个红旗来练习一下 看自己是否能够像老师一样背诵自如呢 好我们第一步先找红旗的特征 什么叫做红旗的特征 就是能够代表这个红旗它的标志 能够代表这个红旗的标志 比如说我们的不单 不单它最有特征的 能够代表这个国旗的标志是什么 是中间这个十字架 大家发现没有是中间这个十字架 所以我们就要把中间这个十字架呢 把它给提取出来 然后和我们的不单啊 创造一定的链接 创造一定的连接 我们再来观察下这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呢 我们也把它给旋转45度 我们这个十字架呢 我们把它给旋转一下 把它旋转多少度呢 我们把它旋转45度 旋转45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差 或者是什么标志 或者是我们禁止 在中国的时候禁止 比如说我们前面禁止通行 或是前面禁止入类 禁止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差呢 所以我们的国旗标志 我们记得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一个差 它的名字呢 是不单 我们你看通过这个差和这个不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联系起来了 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差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不 看了不满你会想到不单 所以我们这个差 我们这个国旗的标志呢 它对你的国家是不单 我们也可以这样记 不单不单 我们把它形一下 就是不单 就是不满炸弹 那么不满炸弹和我们的一个差 怎么进行链接呢 如果前面有个标志 是什么 是前面禁止入类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布满了炸弹 还有我们对应的国家就是不单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样记忆是不是非常的生动于去 而且你一次联系之后 你后面就很难忘记了 如何免费学习更多系统的记忆课程 微信搜索1264101673 江老师为好友 或者扫描二维码提加 还在等什么 赶紧扫描关注学习吧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日本 同样的我们第一步 先来观察一下 然后这个红旗 这个红旗它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随便一看就知道 最有特征的 能够代表它的 就是一个中间这个红色的太阳 红色的太阳 然后它对应的名字呢 是日本 这个日和太阳 大家能够把它联系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个太阳的时候 你会想到日 那么我们日了就代表了太阳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日本 我们再把它给联想一下 再把它联想到生动有趣一点 我们就可以这样联想 你看我们这个国旗 中间是一个太阳 那么它的周围呢 是一块方形的布 我们就可以想象 把这个太阳放在一个本子上 我们就是日本的嘛 日本呢 它就是把太阳 把日放在本子上 所以你以后看到太阳的时候 你会想到 把这个太阳好像是放在本子上的 就是日本 这是我们的日本国家 它的红旗 它所对应的红旗 好 那么第三个 下一个 那么我们下一个是韩国 好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韩国它的红旗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呢 你看我们会想到中间这个标志 是一个太极 是个太极的标志 然后周围的是一个八卦 是个八卦的一个标志 好我们随便取一个就行 你可以取八卦 你也可以取太极 然后就要把太极和我们的韩国 进行一个链接 那么通过韩国 你可以想到什么呢 你可以把韩国转化成一幅图像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看韩剧 你可以想象一个能够代表韩国的一个人物 那么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物 你就能够想到韩国这个国家的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和太极这个标志 把它给连想起来 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物 他会打太极 那么老是不看韩剧 老是不看韩剧 然后对韩国建筑物呢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只能从韩国 这个国家上面去下手了 那么韩国韩国 你老是把它写一下 就会想到韩锅 含着一口锅 然后锅本来是炒菜的对吧 想象这个人太饿了 然后就含着一口锅 然后这个人含着锅干嘛呢 打太极 我们就会想象 有个打太极的人呀 含着一口锅 大家能够记住吗 以后你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太极的时候 你会想到 打这个太极的人 嘴里含着一口锅 大家把这个图像呢 给想象一下 或是你会想到韩国的时候 你会想到打太极 含着一口锅的人打太极 所以你会想到我们其他的一个标志 这呢是我们的韩国 下面老师再带大家一起来看两个 他们第一个是埃及 埃及 我们先第一步再观察一下它 红旗里面的特征 老师看了很久啊 觉得唯一比较明显的特征 中间这条白杠上面的 是有个像屌龙子一样 然后大家如果通过埃及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是金字塔 老师的第一反应是金字塔 老师上次在做直播课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就说 老师我想到了木兰伊 也可以啊 那么老师就分别用两种方法来给它进行链接 第一种呢是金字塔 我们就可以把金字塔和中间那个笼子 鸟笼子进行链接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笼子里面 有一个金字塔可以吗 这个笼子里面关了一个小的金字塔 所以你以后看这个红旗标志的时候 这个鸟笼子的时候 你以后就要想到金字塔 那么想到金字塔呢 你当然就必须要想到埃及咯 所以我们是笼子里面装了一个小的金字塔 另外木兰伊 用木兰伊老师觉得会更好啊 那么我们这个笼子里面想想想 你现在不是装的金字塔了 你现在装的是什么 你现在装的是很多木兰伊 因为害怕这个木兰伊复活了之后 要出来杀人 要出来吃人 要出来咬人 所以你想象 把这个笼子里面装了很多木兰伊 把这些木兰伊锁在了这个笼子里面 害怕他们出来咬人 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笼子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木兰伊 想到木兰伊 你就要想到埃及 虽然我们的一个大概的符号 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名字的记忆呢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大家有没有搞明白老师的这样记忆思维呢 好了 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加拿大 我们第一步同样的观察这个红旗 它所具有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 以后看这个特征 你就要想到这个红旗的特征 那么加拿大 最明显的老师觉得就是中间这块 像什么 像树叶 像不像一片树叶呢 这片树叶和加拿大 这三个名字又要怎么念想呢 老师对加拿大也不熟悉 也不知道加拿大非常出名的一个建筑图像 如果大家知道加拿大一个建筑非常出名 你通过想到这个建筑物呢 你就能够想到加拿大 那么这样就更简单了 你只需要将我们的这片树叶和我们的建筑 创造一个链接就OK了 或者是你用这片树叶以后 你熟悉了加拿大的人物 创造一个链接呢就可以了 那这样记忆起来会更简单 那但是假如是你像老师一样 因为我们对加拿大一点都不熟悉 我们只能通过什么 只能通过加拿大这三个字 这个名字上去进行一个链接 去进行一个转化 进行联想呢 而这片树叶和加拿大怎么链接呢 想一下大家想一下 加拿大呀老师就会想到 夹了一大片 然后树叶 原先简单就是夹了一大片树叶 以后你看到这个树叶的时候 你会想到被这个夹子 被很大一把夹子把它给夹了起来 你会看到加拿大的时候 你会想到夹加拿大片树叶 加拿大片树叶 所以你通过这样一个链接练想 你会想到你以后能够把这个加拿大和它所对应的这片树叶把给记下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记红旗啊 会更生动更有趣更好玩 而且的话记一遍之后你就能够记很久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记啊 我相信要记很多遍很多遍 你要至少要看个五六遍 你才能够把它记下来 或者是你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日本是什么图像 韩国是什么图像 以及我们的中国啊 大家都熟悉了 中国都熟悉了 或者是我们的埃及是什么图像 加拿大又是什么图像 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都能够把刚才我们直接那一遍的图像 和它所对应的国家 大家都给回忆出来 那这呢就是我们的图像记忆法 好我们这几课就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课程最后呢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礼包 那么我们这个大礼包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大礼包 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的大礼包 好大家请看 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的大礼包是 记忆的训练软件和我们记忆的书籍 那么我们记忆的训练软件呢 可以让大家不用担心没有素材 那么我们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素材 有很多很多的素材 有很多很多的素材 不管是数字机呢还是扑克机呢 还是我们词汇练习还是单词机 还是其他很多很多 我们在软件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 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素材 那大家的话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记忆法书籍 记忆法书籍 那么包括了我们幼老开发的 以及我们的七田七田真教授 他写了一个幼老革命 还有我们的超级快速记忆法 以及超级快速记忆法 那些训练书籍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我们下面呢 详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软件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们软件呢 老师最开始学习记忆法的时候啊 为了找软件 然后就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 还有这个应用宝里面 哇去下记忆力训练软件 去搜索记忆力训练软件 然后关于记忆力的全部给下载下来了 然后一个一个去测试 最后发现哇没有一个好用的 而且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还走了很多很多弯路 最后没找到一个好用的 那么经过后来不断的学习呢 不断的一个总结了 老师测试出了两个最好用的软件 那么第一个软件呢 是关于我们世界技大师十大训练项目的 那大家有了解我们世界技大师的十个 十大训练项目吗 那么你通过这十个项目的比赛呢 如果你通过之后呢 可以获得世界技大师的证书 那么这个证书呢 是在记忆行业最具有权务的证书 如果是你在记忆力比赛的时候 如果直接破了一个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啊 你不需要审核 直接进入世界基因师的记录 大家听明白吧 所以我们记忆力的这个证书啊 是非常权威的 那么我们记忆力的比赛呢 叫做世界老龄锦标赛 那么这里呢 包括了十大训练项目 那么他们分别是快速数字 啊快速数字 虚拟历史事件 马拉松扑克 随机词汇 还有听技数字 快速扑克 人民头像二进制数字 马拉松数字 还有抽象图形 那么是这十个 十个训练项目 那么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呢 主要是这十个训练项目的训练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 关于记忆力的赛事啊 还有自己的一些成绩 那么都可以在里面进行个查询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还有记忆供电 就说你找的图片啊 那么你找到自己的订装法呢 自己的图片呢 你可以保存在我们手机里面 哎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晰 非常清晰的去查看自己的地点装 这呢是我们的第一个软件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软件呢 里面呢有很多素材啊 比如说电话号码啊 邮政编码啊 车牌号 散机数字 数字迷宫 字母文字刷链 顺势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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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苏尔特啊 还有酒温格啊 交通灯啊 曼陀罗三维图形 这些 以及还有最强大的里面的百家性记忆 还有二维码的记忆 年年看指纹记忆 还有油花碎片 以及我们最后的一个挑战英雄 还有中国哭抢 那挑战英雄呢 就是进了一些历史事件 一些那些抗战英雄的 他们的历史事件的记忆 所以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记忆的应用记忆法的应用呢 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在这两个软件里面呢 已经非常齐全了 已经非常齐全了 那么在我们的第二个软件里面呢 其实也有 这个世界级大师十大项目的一个训练 但是呢 我觉得不是很系统 而且在这里面呢 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呢 我们把它组成了两个软件 两个软件 那么如果大家想 获得我们的软件呢 大家只需要按照我们下面的方法操作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软件 首先呢 第一步我们需要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选择公众号 搜索记忆力公开课 点击搜索 选择点击关注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需要获取自己的专属推广而言 二维码 点击置换中心 专属推广二维码 点击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长按二维码 选择保存到手机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点击 右上角三个点 选择分享到朋友圈 写上推荐语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值得学习 点击发表 那么你也可以点击分享 发送给朋友 选择你的微信好友 或是微信群进行分享 点击 写上推荐语 非常不错 值得学习 发送 返回 当你的朋友 扫描你的二维码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去 置换商城 置换商品了 点击置换中心 点击置换商城 你可以点击我的推荐 查看我的推荐人数 那么我现在的推荐人数是 116人 可置换的人数是66人 然后返回到商城 找到你所需要置换的商品 点击置换 点击立即置换 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的产品 已经通过链接 发送到了我们的